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大家好 我是齐栋老师 欢迎来学习微积分的课程 我们如果要利用密集数的微分与积分运算公式 就必须先写出函数的密集数表示法 一般而言这并不容易 所以在这个单元我们将使用对应的公式来达成 也就是泰勒与马克劳林集数 要求一个函数F的密集数表示法 若能发展其对应的公式 将会对我们的解题带来具体的方向 以下定理就是所需的结果 若在X-A绝对值小于R的范围 函数F可以写为在A点展开的密集数表示法 则其对应的系数CK 必然是K阶乘分之FK阶导数在A点数值的形式 我们可以藉由逐一验证这些系数CK 再归纳出对应的一般向来得到这个结论 首先为了方便起见 我们将函数F的密集数表示法 以列举的方式呈现 并标记为第一式 接着将变数X以A带入 显然涉及X-A的相次都会变成0 所以Fof0就是常数向C0 利用临阶导数定义为原函数 以及临阶层定义为1的事实 我们发现C0的确满足上数单K等于0对应的形式 接着我们尝试求一次向的系数C1 于是将函数F一级第一式进行微分 利用密集数逐向微分的公式 可以得到下列的第二式 然后将变数X同样以A带入 则有X-A的相次还会是0 得到C1的结果 透过-1的变换 它已满足上面叙述K等于1的形式 我们持续计算函数F的二阶导数 将第二式微分 再度利用密集数的逐向微分公式 得到下面的第三式 同样将变数X 以A带入 得到两倍的C2 透过-1项 我们发现C2 就是叙述中F'A除以二阶层的形式 继续进行微分的动作 得到下方F三阶导数的密集数表示法 带入A后 得到后面的等式 透过一项 就可以知道C3即为我们所需要的形式 三阶层分之F'A 重复这个步骤 我们可以说明一般向CK 就是K阶层分之F的K阶导数 于A点的数值 也就验证了这个定理 透过刚刚的定理 对应的公式为函数的密集数表示法 提供具体的呈现 因此有以下的定义 一个函数F在A点的Tiler集数 或是称以A点为中心 或是以A所展开的Tiler集数 就是一般向为K阶层分之函数F的K阶导数 于A点的数值 再乘以X-AK次半的密集数 而函数F在A点的N阶Tiler多项式 则是K从0加到N的部分和 至于函数F的马克劳林集数 就是指以0这一点所展开的Tiler集数 以及下是以X次半所表示的密集数 现在我们尝试求函数F 定义为自然指数函数 Exponential X的马克劳林集数 我们将使用定义来计算这个结果 首先要求函数F的高阶导数 因为自然指数的导数人为该函数本身 所以其K阶导数当然还是原函数 所以在0的数值就是1 代入马克劳林集数的公式 得到一般向为X的K次半 再除以K阶层的密集数 也就是后方列举的结果 也就是后方列举的结果 然而藉由简单的计算 我们知道这个马克劳林集数 对于所有的时数X接收链 因此我们自然有以下的疑问 自然指数函数Exponential X 会等于它的马克劳林集数吗 如果答案是肯定的话 又有哪些点X 可以使得这个等式成立呢 以上的提问 可以从画面中的定理得到线索 令Tn为函数F在A点的N阶态勒多项式 并定义对应的余式Rn 为原函数F减去Tn的结果 在对于所有满足X-A绝对值小于R的变数X F of x 恰为其对应的态勒极数的现象 就同等于其余式Rn 会趋近于0 我们可以藉由分析余式向的性质 来判别函数F 与其态勒极数是否相等 下面的定理则为余式向Rn 提供不同的诠释 如果函数F的N加1借导数是连续的 则余式Rn 可以表示为后方的积分式 或是用后方N加1阶乘分次FN加1借导数 在某个例点的数值 乘以X-A的N加1次方来计算 其中例是某个位于X与A之间的实数 我们将这个形式称为余式的Laglan日公式 这两个式子将为我们分析余式Rn 时 提供所需的资讯 利用上方的定理 经由严格的数学论证 可以说明自然指数函数 Exponential x 对于所有的实数X 都会等于它的马克劳林奇数 我们可以利用这个事实 求出禅数1的数值 将X以1带入后 我们发现禅数1 可以表示为一般项为K阶乘分次1的极数 借由电脑的辅助 从第一项开始加总 若加的项次越多 则数值会越接近1 而最后的数字 则是其精准至小数点后第10位的结果 泰勒与马克劳林奇数 为函数的密奇数表示法提供明确的方向 也唯有使用正确的公式 才能让我们有效率地将函数 转换为密奇数的样貌 再加以分析与应用该函数的性质 币 北京 2 2 3 4